好,我們這一集的藝瓶遊,我們請來曲飛來跟我們分享一個在倫敦的作品 先跟我們打招呼,我們有一個什麼作品呢? 其實大家可能在Facebook或者最近一些不同的社交媒體都知道的,香港的風車草劇團其實在倫敦上演了他們的作品《回憶的香港》 很多媒體網上的一些報導都有介紹,其實這次他們都是一個挺有溫度的一個旅程 作品本身也是很令到當地的朋友可以欣賞到他們熟悉的語言之外,內容也是對他們來說一定很有共鳴的 一個遠道去到倫敦演出的作品,當然希望曲飛在當地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他的觀察 包括在一個其實不是康民署管轄的場地上演我們香港的作品的情況是怎樣的呢? 或者這次其實他們有英文字幕的處理,又有沒有一些不是我們香港的觀眾會有好奇想去看看一個香港的作品呢? Kofia不如也跟我們講一下你的觀察先,首先這個劇院的環境是怎樣的呢?或者你進去有什麼感覺呢? 溫度,我立刻撿回你的那兩字,就是說一個作品有溫度,我立刻想我看電影的溫度就不斷地上升 我們在說那個位置在哪裡呢?如果在香港,如果讀政治的朋友,或者讀經濟的朋友,我想都聽過了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很多人都希望報讀這個學院去從政或者是從商的 而這個劇場呢,叫《孔雀劇院》,《Picock Theater》其實是現在呢,是跟這個倫敦的經濟,這個政治經濟學院那個的校園呢 是同一個的建築,建築群來的,它隔壁就是要上學的,那平時呢,這個劇院呢,就做很多,跟這個大學有關的事 當然也都會做表演藝術的,那就是畢竟呢,這個地標呢,講這個《孔雀劇院》呢 其實追溯那個時間呢,就已經在一個世紀之前,在17世紀已經是落成了火的了 那當時大家都知道,它又在《雀劇院》那一堆的,其實 那就變相呢,就會有很多的,叫做劇院娛樂的集散力 那但是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劇院呢,其實就不是源於17世紀 因為這麼長時間呢,總會有一些的天災環化 你看香港突然這麼暴雨成災的話,你就知道有很多東西 你就會發覺,為什麼會這樣的?那這些古舊的建築物呢 從歷史的角度講,都總會是被焚毀過,或者是被這個戰爭的影響過的 那所以呢,其實這個劇院本身曾經是受過一個很嚴重的火災 那就現在我們看到的這個劇院呢,其實是重建於1960年 那就60年重建了之後,至今呢,我們現在就看到了 約莫去坐到呢,約莫1,000人,999人左右 那就去重建了之後的,第一個的開季的劇目 就是說開院的劇目呢,就是近這一兩個月 我想香港觀眾都不會陌生的一個戲碼 就是《老虎還香記》 《老虎還香記》當年呢,60年代的時候呢 就在這個劇院那裡發表過 同時間也是為這個劇院重新開張 那所以呢,這個劇院本身對英國人來說呢 是一點都不陌生的 加上它有一個這樣的歷史的地方 就是當然呢,如果熟悉歐洲的劇院 就像Bernice里那樣,或者有經驗的人都知道了 其實歐洲或者英國的劇院 大部分,但不是全部的,都是不會有冷氣的 那是大部分的,部分是有冷氣的 有一點的較為先進一些的,或者真是類似的 那你說沒有冷氣,那就焗死,不會的 它會有抽風行動的 它將外面的冷空氣抽回來 那大家都知道,谷州有時候很冷的 因為那個溫差是十幾度的 那變相晚上看的show也不太白手 那但是這次風車草呢,就很鬼很長 他們發表那三天呢 就正值呢,是英國熱浪侵襲那三天 是 搭到正一隻 那於是呢,無論是演員在台片的演出 或者觀眾,在觀眾席體演出的過程裡面 都是一個字,溫度上升 跟他們的熱情一樣 跟他們的情緒一樣 那坐在我前面的女士們呢 簡直是看到他們看完戲之後呢 不斷地流汗 哇,那些汗很大到不得力 那所以呢,我就會覺得 啊,這個這麼藝國 甚至有觀眾看的時候 都會覺得有些好像有些頭重重 想不到戲的感覺 但是都沒有離場 都看完整個戲 兩個幾宗 沒有中場休息 那那件事是什麼呢? 於是我就去觀察一下 究竟現在 我們講的這次 就是帶過來英國的 回憶的香港這個作品 那個戲劇力量在哪裡? 為什麼讓觀眾 會在一個這麼難受的環境 這樣的溫度的情況之下 都完全不會介意 甚至不會去在意 而全神貫注 去看這個台片 和去作品對話溝通 那這個呢 反而我是去觀察去了解的 所以我從這個設立點的角度 當我一進場的時候 當然我就首先 就是看一下有些什麼 觀眾的 觀眾 的人在那裡 是是是 看年齡的分佈 是 有沒有外籍的人在那裡 甚至我一些的觀眾在聊天 嗯嗯 那我看到呢 其實呢 首先 因為我看最後最後那場 是高成的 基本上呢 入座率呢 都有90% 嗯嗯嗯 那其實都多人 是 那有很多呢 都是一家大小 當然年輕人也有的 但是我目測的呢 年長的退休人士呢 都不少的喔 嗯 那我找過一些年長的 一些的退休的太太 我問他們 啊為什麼你知道有這個演出呢 是 那他說啊 首先我來自香港的 是 那在這裡已經生活了一段時間 嗯 就是他不是BNO那一群走過來的 不是新那一群 就是不是 英國年司徒師走過來的 是 那一種演出的 但是他說很少香港的作品呢 在這個英國 甚至在倫敦這個地方呢 有機會看到這種英國 當然他就想 就是看啦 第二件事就是 明白 要留意的是 這幫退休的觀眾 大部分 那一份誰買票給他們 叫他們來看呢 就是他們的子女 就是好像你那樣年輕的那些 就是他們會知道 風車草 過來喔 那我就覺得 咦 曾經在香港看過這個回憶的香港 我首先申報先 我一次都沒看過 那一次呢 我就眼前過 那我就說 哇 這個這樣的劇情和內容 一定很適合我爸爸媽媽看的 是 於是就幫爸爸媽媽買票 是 那大部分媽媽的子女很孝順 是 她說 幫我買票 幫我訂了車票 那樣叫我過來看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觀眾的層面來講呢 除了我們熟悉香港 大部分風車草的鐵粉 都是好像你那樣的年紀 年輕一點的 之外呢 其實呢 我看英國這一次呢 可能有50%都是退休人士 是 但是那件事呢 是沒有影響到整件事的活動 因為涉及到呢 四位的中堅 即是說的 湯俊葉 梁草耀、達秀衛 和邵美君 是 去怎樣 去講這個香港故事 而令到英國的觀眾呢 是有一種的感動 是 那當然涉及到是什麼呢 涉及到就是那個距離 那個叫做 集體回憶和時間空間的距離 是 稍後可以 我又好奇呢 就是 剛才你說到觀眾的年紀 那因為其實都 我相信 就是 在香港來講 就算是風車草的觀眾群呢 其實都 跟他們一齊長大的 那我覺得都 可能是他們 都在找一些新的觀眾 那其實這次我想 去到倫敦都 除了是 就是他們有些訪問 是說 與其是去那裡探朋友 不如把作品帶過去 給更加多的人 那我覺得這個 那個想法似乎都應該 聽你剛才這樣說 都貫徹在 最後觀眾入場的時候 那種的期望 那我又好奇的 就是這個作品 就是 去到不同的地方 這樣 有沒有一些裡面的元素 會跟當地有關呢 或者其實那種共鳴感 是不是跟在香港看的時候 那個熱情是一樣的呢 以你的觀察 我覺得它有沒有本土 英國的叫做元素加入的 劇本裡面呢 我覺得很好笑的 因為其實 其實那個戲碼一開 就講得很清楚 你來看什麼 就是回憶的香港 但是關鍵位的是 你的回憶 和我的回憶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 是不是 就是你們四個表演者的回憶 和我特飛的回憶 有什麼關係呢 你明白嗎 就是我經常都講 為什麼我們要看藝術作品呢 藝術作品和我有什麼關係呢 我叫你看哪一個藝術範疇都好 你總會透過你的經驗 你會觸動到我的自身 所以其實整件事件 在香港 我都聽過有些朋友講的 我看過的時候就會覺得 對它來說可能會有一些 不理解的文化 可能會覺得很容易 就是會覺得 譬如說我們這些六寧後出生 你跟我說六寧後七寧後的東西 但是我千禧後我鬼知道嗎 甚至整個戲 最後來 去用一首的流行曲 作別的時候 我鬼知道那首是什麼歌嗎 發表的時候都還沒有出生 但是為什麼都對到話呢 那個原因我想就是剛才我講的 就是這種的集體回憶 和時間空間那個分別 令到那個戲有這個力量 如果我們在香港看回一個香港的歷史 或者是一些的流行文化的一些戲 可能覺得是很小品 覺得是有些中有些不中 觀眾覺得是 但是中國人的說話是很好的 就物理就鄉跪 上一個是你所說的 因為我不同意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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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鄉賤 現在已經不是以前文明 就是教育普及的年代 但是離開離鄉別井 就一定是做苦力的那些 所以才有人想賤這個字而已 但是現在這個世代 但是物理鄉跪呢 是似乎是事實來的 正因為這樣呢 這個回憶的香港這件事 來了這樣的英國的時候 大家都很看 有一個的廣東話的演出作品 於是這樣看的時候 由於有一個時間的差距 他們就覺得很投入 而事實上那四位表演者 也都很聰明 大家都知道他們是科班的畢業生 他們可以很掌握到劇場的特性 怎樣跟觀眾溝通 他的序幕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在講香港的歷史 就由這個唐朝 他不是由五百年前開始講的 所以五百年裡面究竟有沒有大雨呢 是沒有人講過的 大家都知道近期對一些時間特別敏感的 是嗎?就是五百年一月啊 大哥有沒有史實根據 是 是 沒錯 他由這個月族 就是有一個文件記載開始 有一個月族開始 然後接著去到國代 宋代 跟著就去回近代史 就是講香港開埠 1841年開始 是 究竟香港這個地方 是由怎樣 又沒有人 到開始 演變成現在今時今日這樣 他的序幕開得很好 然後跟著就透過四個的表演者 甚至我非常欣賞的 不只是他們可以參與 而是幕後的五位重要的設計師 都可以透過VO去參與 去跟香港之間的關係 他還沒有在香港誕生出生的時候 究竟他的父輩 他的祖父輩 究竟為什麼會下來香港 然後才生了他出來 那這些東西呢 其實我們講的追完索始的時候 我們自然就會有一種沉根的感覺 我們見到一個人 見到一個表演者 去這麼坦誠 講他們一些家族的故事的時候 我們就會想 其實我們家族的故事又怎樣 這個可以對話 但是這些東西 無論是講家族故事都很沉重 大家都知道 香港是為了沒得吃要逃難 或者是為了要避開某一些社會動盪 他們才會移民 或者是走廊香港的 那變相 香港這個地方 就某程度上 好像就永遠都跟這種DNA掛了勾 就是香港人似乎 或者在香港生活的人 難免都會有某種的宿命 是都會周圍遷復的 正正因為這樣的話 很可能是英國的香港人 也都有一種這樣的 遷復的感受在那裡 那些遷復是一定的 這個都不重要 總而言之就是暫時 或者是永遠離開香港這個地方 正正因為這樣 他們就會有一種的觸動 那當演員有這種的分享 有一種觸動的時候 跟著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他們透過一些很普及文化 有一些我們在看兒童 有時候跳飛機那些的文化 或者有一些籌款晚會 可以講我們平時在電視機接觸的主流文化 又講一下一些地方的文化 反而飲食的文化 它會佔很少部分 雖然它的文章是全部 都是跟食物有關 初時我還誤會 他們是否在講18區裏面的識別 那個特色 但其實這個解讀是錯的 他們都是想講一些 香港不同的一些地方的地點 和也都講講人 如何守住自己的一些工作 例如說做麻雀的 去訪問做麻雀的人 還有沒有人做麻雀 一些老一些的一些的行業 被淘汰的行業 來肯定香港這個閃島本身的一些魅力 從而最後去安慰在英國的香港觀眾 安慰他們 為他們加油 鼓勵他們究竟可以怎樣再走下去 我覺得這個力量 就是可以做到那個技術的那個氛圍 因為我也很好奇 其實這一類的作品 去到海外 除了是一種療癒的作用之外 當然它藝術性本身也都有它的一些 令到觀眾即使可能是有 因為其實它那種敘事不是一個我們平常看的 那種有故事式的敘事 以我所理解 就是一個是一種比較 可能是有很多遊戲的部分 或者像你剛才那樣的聚術 就是其實有很多不同的元素在裡面 都令到觀眾在不同的程度上 有一些不同的觸動 那我自己都覺得這一類的作品 可能去到海外的時候 即使是可能它有很多不同的 美學上的考慮 但是對於當地的觀眾來講 其實可能不是太重要 反而是那種情懷的處理 是比較重要的 那我自己看回香港的情況 雖然我自己都 因為很多原因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 跟這個作品是刷新而過的 但是都有看回一些的記錄 或者是看回一些 大家網上的分享 我都覺得那個情懷的處理 是比較重要的 那我覺得尤其是可能去到 離開了香港這個語境之外 帶著那種的情懷的話 其實都是可能當地觀眾 很需要的一種的 情緒上面的一個舒緩 那我自己覺得這個作品 能夠有機會可以跳出 香港的這個預警 那即使其實它可能去到外地 未必有一個的 就是剛才我只是好奇 有沒有機會它可能 跟當地的某一些文化 或者可能甚至會 雖然有英文字幕 但是有沒有機會可能接觸到一些 其他的觀眾 去 假設如果其他的觀眾 都有想了解香港的一個 的可能性的話 似乎那種 那麼香港地道的味道 我覺得要進入 其實都有一種難度 或者其實 如果你都沒有那種情懷的話 其實都幾難進入的 這個裡面我覺得是令我覺得有個好奇的地方 我回應Bernice 你說的那個觀點 我同意的 是的 但是也都不是他們那個 創作那個動機 那個考慮 因為我現階段要在英國工作 所以我會有時候都會看一些 例如在英國的香港創作的作品 那變相就是有一種的創作動機在這裡 我們想給本土英國的人知道 認識我們現在香港人身為少數族裔中的少數 究竟這幫人是什麽一回事呢? 因為有很多英國人在聊天的時候 當他們跟他們說是香港的時候 他們第一個的反應就是很模糊的 究竟就是當有些人來過就不會模糊的 但是沒有來過的那些就會覺得 香港是一個什麽地方來的呢? 你們究竟是怎麽樣來英國的呢? 用一個什麽身份呢? 你們是不是難民來的呢? 和就是烏克蘭一樣的呢? 你來是拿我們的社會斗濟的呢? BNO究竟是什麽一回事呢? 有很多事情他們都不知道的 所以在這裡的香港人 很多時候都會很努力跟地方政府 或者中央政府說 其實我們那個特點在哪裏 而不是純粹是真是叫做 一個來拿英國的資源 的一班人 所以其實已經有一些藝術工作者 去做這件事 但是說風車草本身記得香港 其實它不是聚焦在這件事那裡 所以其實我覺得它不需要考慮究竟 是不是想和英國本土的 英國人去溝通 明白 反而我覺得聽到他們的一個 我感受到他們的一個很好的用心 就是來為香港人打氣 就是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 它來為香港人打氣 沒錯 它透過他們的專業領域 他們使得很多不同的劇場技巧 有一些廣場遊戲好 一些的跟觀眾玩遊戲好 甚至那種情懷 當觀眾坐在那裡的時候 那個美學很簡單 因為整個舞台的中心就是一個猴子架 那如果觀眾或者聽眾 不知道猴子架是什麼的話 就是很年輕的 你沒有爬過一些叫做沙地那裡 就是一些叫做攀爬的鐵架 沒錯 我們叫做猴子架 還有下面那些石屎地 你掉了下去的話 就讓你飛起來的 是現在民眾叫做有一些賤錢的 那你一隻小孩很喜歡爬高爬低的 所以我們叫做猴子架 那些是正方形的一些硬線的東西 那如果在網上搜尋那個電影的話 我想你們不會看到這個劇照 那馬上後面就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標 獅子山的一個形象 是畫了出來的 那它有一些叫做善象的一些多媒體 透過這個投影就射到獅子山這個形象裡面 那個身體那裡 整個美學很簡單 但是很重的 但是我想說的就是說 我覺得更加重的是什麼 就是說我剛才提過的 就是這個戲本身涉及到很多廣告歌 是 和觀眾一起說 你有看過這個廣告嗎? 就是如果大家夠老的話 應該有聽過以前的一個單元叫做 知不是廣告 我不知道是復讀今宵的 就是通知是玩一些廣告的 就是拿一些廣告來玩的 是 是 那我真的忘記了 大致上是那類這樣的東西 但是到了後來的時候 它引用了一首歌 它作品 大家都以為是獅子山下 是 就是獅子山下 獅子山精神 給聽眾聽或者觀眾聽 即使這個小島 多麼東方之珠 多麼微麗 但是都還有一幫人 是很坎坑的 還有一幫人 是很想爭取自己 爭取的生活 而是爭取不到的 那這一件事 就不是好像很純粹 獅子山下那種的正能 是 《東方之珠》不是這樣 《東方之珠》不是這樣 《東方之珠》有一半是正能 有一半是講現實那種的無奈 和善為 所以 當他們選擇這首歌的時候 我不知道是不是文館整理的 柯家琦去負責 因為我也想提一提柯家琦 身為一個文字人 做一個文館整理 可以整合到一個這樣的劇本 可以笑 可以認真 可以將前路到的話 我覺得它是非常之成績 很可能我們大家都去 循環紙工作 我們會特別在意 究竟整個文館整理 那個邏輯和那個脈絡在哪裡 而事實上 我見得到它是做到的 如果在創作過程裡面 這首歌是它選擇的話 我覺得已經是畫六點睛地 那個余韻是非常之無限的 是的 那我都可以想像 其實作品去到海外 即使有很多不同的限制在裡面 因為都看一些訪問 其實都知道團隊要經歷這個過程 其實都很容易 在當地要設立他們的景 或者各樣的一些配套 其實也有很多的考慮在裡面 我覺得都是一個幾不同的嘗試 正如你剛才說 他們可能那個觀眾的焦點 也都未必是一些當地的朋友 那就和有很多現在都希望在當地 有一些英語上演的作品 那個策略是不一樣的 未來你覺得這一類的作品 在當地再上演的空間 其實以你觀察大不大呢 即是會不會都陸續有這些這樣的作品 會在當地上演呢 以你所知 我覺得要case by case 原因是什麼呢 如果你有足夠的資源 好像九大藝團裡面 就是拿這麼多資源 拿這麼多公帑 如果真的要走出去唱好香港故事的話 當然他們未必需要考慮漂浮壓力 去做到就行 但其實這次我看到《風車草》 一個這麼微細的劇團 雖然他都有拿這個政府資助 拿香港藝術發展局的 但是那些是很有限資源的 他都有一個這樣的決心 去走出去 去繼續講香港故事 給香港人知好 或者給想知道香港故事的人知好 去講一些香港情懷的東西的話 我覺得他們非常之有承擔 而且非常的用心 非常之好 所以回憶一下Bernice 你說究竟未來的日子 會不會越來越普及 不論在廣東話好 或者是華語的作品好呢 其實我覺得現在是剛剛 蜜牙的情況 因為我經常講 我在這一邊工作 不是很長時間 因為我很多時候都會回來香港 但是問題我看得到的英國劇場這邊 其實華語的作品是很少的 為什麼呢? 因為可能華語的觀眾 是較為審慎的 他們很多時候看演出 或者看作品的時候 他們都真的要經過深思熟慮 就是似乎不是一種的叫做 我撐因為香港 那我買票 不要看我也撐 似乎沒有這種這樣的特質在 就是沒有一幫BNO的朋友在的時候 我觀察到的 所以你說現在整個英國的劇場生態 會不會出現了一個狀況 就是華語的作品 或者廣東話的作品 或者甚至大膽一點說 廣東話的musical 究竟有沒有機會可以在Red Sand那裡做呢? 而做到一個 就是氛圍出來呢? 我覺得是 我樂觀的 原因是什麼呢? 我們現在看到新一代移居 或者移民在英國的香港人 他們已經不是跟上兩三代的一些移民 那麼簡單 我純粹是賺錢 我純粹是為下一代 我不會有自己餘下的生活和娛樂 而不跟英國人接觸 甚至不理英國政府在做什麼 現在我們這一代人發現到 不是這種故事來的 我們這一代人是要溝通 被人理解的情況之下 那麼藝術作品或者劇場作品的功能就很大了 既然這樣的情況之下 如果這邊是有市場的 是有票房的話 其實我會覺得 香港有很多的團 都可以考慮過來從文化藝術交流 大家不要忘記 現在都在舉的十四五規劃的中外文化藝術交流 中心 那你就走出來交流一下 尤其是我也很期待 香港話劇團好 中英劇團好 或者《盡念二十年》看好 這三個九大藝團 當中講的以劇板塊為主的 究竟他會不會過來英國 或者去不同的地方 去做交流 甚至做他們的作品 廣東話我講的 這樣似乎就可以開拓到某一些的狀態了 但是如果有些細團的 說我們不夠資源做不到的時候 我覺得現在這個是藉口 為什麼呢?你看封車草 封車草已經是很好的典範 很好的範疇告訴你 其實不是這麼困難 當然你要賺大錢 你要大賣的話 未必完的 但是可不可以平衡到開支 你們不需要洩入獄的話 其實我覺得都可以平衡到那件事 正正因為這樣的話 我覺得未來的十年 或者未來的五年 英國劇場只要香港的劇場人 最重要的是告訴自己 是英國劇場的一份子的話 其實這股的文化和現象 可以慢慢慢慢的文化 讓更多人知道 就是香港戲劇的力量和魅力 會在哪裏 是的 其實可以補充一點 因為以剛才提過的一些劇團為例 其實《中英》都有一些作品 其實在當地上演過的 可能因為不同的原因 一個香港的作品要在當地上演的話 其實可能它要考慮的因素也都不少的 甚至可能其實他們有沒有需要將其中一些資源 去做一些未來的交流上面的拓展呢 可能這件事都是需要 要團去有不同的想法去制定 還有如果是中小型劇團的話 可能他們本身那個拓展的 他們的方向也都要有所考慮 這次《風車組》 我覺得這個例子 都是很值得大家去參考的 無論是真的作為一個作品 是給當地的觀眾去欣賞 和舒緩他們的情緒的狀況 或者真的跟他們有一個互動的接觸之外 其實我覺得都是值得去探索一下 在一些不同的劇場 如果要上演我們香港的作品 的可能性是怎樣的 因為Cook Free也有提到 譬如音樂劇的一些發展 似乎都如果大家都覺得這個 比案也是一個有市場的空間的話 也可以去做一些不同類型的探索 我也很期待不同的作品 都可以在香港的作品 都可以在一些不同的空間上去展示 今天很感謝Cook Free 來跟我們分享這個回憶的香港 我們希望下一集的魏評友 再跟大家去討論 第二一些在海外上演的作品 今天先謝謝Cook Free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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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